本来一个,这个是总表,那这个是分表 可是问题可能你大部分需求是一班跟二班的成绩要比对 然后二班跟三班的资料要比对 所以如果说今天呢,他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可以就是旁边再多一个好了 我们干脆先一个好了 同学问题是要三个了 我想说如果你两个做得出来,你三个应该也做得出来 到底是差不多的,一般是两个班级比较 也许总表很多班级,那你也许是你希望一班 下拉一班,然后这边是下拉二班 然后比较一下,或者产品的规格 我们经常来查,到底这两个产品 前一代跟后一代到底差在哪里,那你想要做比较 对不对,那你可以把那个产品调出来 他的一些规格调出来,那你要比较一下 到底两者差异在哪里,那也是可以类似用这样的方式 来做比较,那怎么样可以让你调出一个 之后的话,第二个怎么做出来 其实这个地方的思索很简 当然你不要直觉就是什么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些 当然也是一样,下拉的部分要第二次做 先把那个放过来的东西先思考 那你会发现现在,当然你现在能不能walk 现在有下拉清单,可是它不会walk,它不会动 所以我要怎么样让这边可以动 第一个你要去思考,我要怎么样把这边先做出来 我可以先参考一下,原来的班级 原来是这一个,可是这个程式它输出的位置是G到J 那我要输出的不是G到J,我要输出的是L到O 所以其实特别之后,你干脆有个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不做任何的动作,你可以Ctrl C 然后Ctrl V 然后很简单,干脆这个叫班级2好了 名称不能一样哦,OK 你不能说两个都叫班级,没有,不行 就是说呢,在VBA里面的那个Sub程序的名称不能够一样 OK,好 那第二个你要做什么事呢 那不外乎就怎么样 有点像的吧 反正该改哪里就改哪里吧 我们就是看到它的范围不是G5到J12吗 是多少 L5 所以把这个改一下 到O12 所以其实把这个位置改一下 那就清楚了嘛 那那个列一不一样呢 输出的列一样从第五列 但是呢,判断的部分的话呢 A不一样 不过这个O,这个刚刚是同学问的问题 他如果两个啦,一班或二班 刚刚同学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两个判断 那记得就是再判断一次在O后面 好 那再来的话输出什么 BCDE来源 来源对不对 来源不会变 输出的位置也不一样 不一样 就是应该是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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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LMNO 所以这边的话改成M 再来改成N 再来改成O 然后这个不是H 这个应该是M 应该是M 所以这边的话改成M 好,改完了 改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呢 就是执行看看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下拉清单 二班 那这边执行看看 执行 从班级二这边执行 看一下 班级二出现了 有没有 那可是呢 将来你要下拉清单 那你要执行 你不可能说你现在假设 换成三班 那你又要在旁边加一个按钮 或者是说到那个VBA里面去再执行过 三班 那不对啊 那怎么办呢 一样的道理 第一个是把班级改为班级二 然后输出的位置改变 第一个 第二的话就是什么 在你同一张工作表 那我现在因为我的工作表 我是把它再复制一个 因为我的习惯是 如果我在做第二个练习的时候 我会把原来工作表按Ctrl键 拖拉过来再复制一个 所以名称不一样了 有没有 OK 所以特别注意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动作 因为 你如果没有留下旧的 你改完之后 你前面东西就不见了 所以特别注意 版本控制 如果你做好几个 你就分开来 不然的话 有的时候 你可能改 改了之后 你改不回来 那怎么办呢 就回不去了 所以一般我习惯会复制一个 那也就是说 我复制一个之后 我的工作表名称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这些要怎么 打开来 那这边刚刚是H2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要是M2的话 OK 其实你不用把它写在一起 你可以把这三行复制一下 复制就好了 贴上 应该会吧 贴上 然后做什么呢 他判断他的 你判断你的 所以怎么样 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M2 然后呢 扣班级2 做完了 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所以分两次做哦 那做完之后 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希望班级2跟班级3比较的话 这边是班级2 因为H2他判断他的 那班级跟班级1比好了 班级1 班级1 有没有 所以做完大概是这样 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如果说还有第三个 那没关系啊 你就是一样的道理 班级3 输出的位置改一下 然后呢 那个下拉的时候的位置 判断的地方改一下 这样就完成了 应该懂那个逻辑了 反正再多都没问题 只是说之后你也可能 可以开始想想看 也许这个 可以放在另外一个工作表 跟总表分开来 一般好像很少是放在一起的 所以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把它分开来 总表归总表 那后面的比较表归比较表 那这样的话就更符合 实际上工作的需要 只不过一般 那个你们工作里面的资料 可能比这个还多很多 多非常非常多 那只是说你把小的东西 再扩大而已 但是应用面应该都差不多 所以实际上呢 你手边应该会有 这些类似的范例 那你就是找个类似的东西 多改 其实改来改去之后 然后把我云端上面的程式 把当成范本 你也许暂时看不懂没关系 你只要看懂要改什么就好了 看懂哦 应该不是那么困难的事吧 因为我这篇的话 写来写去 我基本上都是越写越简单越好 而且上面都有注解 那另外注解 如果说我写得太简略 你如果还觉得不够的话 你可以再自己加上去 因为有时候我上课 不可能说我打一大堆啦 但是可能你还是不足嘛 你觉得老师有些地方 我还是看不懂啊 那没关系我上课我有讲解 你可以把我讲解的东西写在这上面 自己打上去啦 以后一看你就知道改哪些 或甚至你可以在旁边注解说 以后改哪些会有什么效果 对不对 你就上面可以再写清楚一点嘛 以后这个范本就是改什么地方 然后呢 它的效果是什么样 然后改完这个东西之后 再去改另外的东西 你就把它注解清楚一下 那你初步啦 其实入门的同学 要把这个从头到尾写出来 是真的很有困难的 对不对 因为我想没有 但是呢 你至少改应该没有问题啦 Ctrl C Ctrl V修改 所以你们基本上 阶段性的 如果你对于程式不在行 你至少你要学会 复制我的程式 至少要看懂修改这个学会 我想应该不是太困难 而且我里面放的东西 都还蛮固定的 基本上都是去利用什么 E-Sale里面固定的物件嘛 像范围 这个应该是 我想E-Sale里面都固定的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说那个Sales 这个是储存格嘛 那一定是哪一列 哪一栏 那其实为什么会写成这样子 基本上就是去存取它嘛 那后面的写到前面去 这个也是固定规则 还有就是说那个回圈 For回圈 一定会有NAS 从哪一列到哪一列 一定是一个I 然后呢 一个逻辑判断 一定会有IF 然后ZAN 做什么事情 它会有个N的IF 那如果说你这些细节都注意到的话 以后你要撰写一个完整的程式 就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OK 大概是这样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请你把那个 一个变两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可能的话 可能的话就是说呢 自己再把总表跟比较表分开来 然后再找一些工作上面可能会遇到的实际状况 然后来修改一下 其实你改越多 你这些东西就越熟练 越熟练之后的话 以后这些其实都没什么了 而且会让人家觉得很刮目 刮目相看 因为太方便了 以后的话 你下拉清单点下去 资料就自动就弹出来了 对不对 那以后你要看什么 马上就带出来 所以你工作里面有太多 是可以自动化的 不用说 为了要查一个资料 然后就要想说 这公式怎么下 要不然就要用图法链刚的方式 再来一遍 真是很麻烦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的话 以后的话 你做事情就非常的省时 又方便 自己做得也开心 整天的心情就会非常愉快 就会有多出很多时间 再继续学习 学习什么 也许你可以再把你的sample 再学习一些新的技巧 久了之后 其实都是正循环的 所以是正向能量 最近像有些 看新闻都是负向能量 你会发现那些都很负面的 有些事情有那么糟糕吗 还没有那么惨 但是你就好像一定要讲得很惨 这样才表示你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像新闻好了 你新闻没有讲得很夸张 就显不出新闻媒体重要 所以新闻要写得越山 心山学语 让大家越想看新闻 可是如果是 整个世界太祥和了 说真的 新闻电台可以关掉了 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播报的 OK 所以就是正向软 往正向的发展 OK 试试看 感谢观看